第52讲 我们来看一下隔肌 隔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肌肉 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 它的形态基本上是穷龙状的 给这个视频差不多 隔肌它的辅着点 是下方六个勒骨的内侧面 前方在胸骨的剑突 后方在腰椎 主要是12 13椎体的前方 那么这块肌肉的指点 是在穷龙状隔肌中间的中心肩上 中心肌肩 这是它的起点和指点 那也有说它的起点这样来描述 起指点这样来描述 下位的六个勒骨的内侧面 胸骨的剑突 腰椎主要是第一腰椎靠上 指点在哪呢 指点在中心肩 以及这个地方 这个11213椎体上 继续再往上延续到中心肩上 那我们延续这种说法 起点是这一圈 中点是在中心肩上 它的功能 它收缩的话 这个穷龙状的隔肌会变扁平 而增加胸腔的溶剂 有利于肺的扩张来助吸气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功能 我们再看这张图 吸气 助吸气 这样的功能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块肌肉的临床分析 临床分析 第一个 这块肌肉在急性慢性 急性或者慢性 过度使用 的时候会造成损伤 比如剧烈运动以后 过度用力呼吸 慢性打嗝 或者慢性咳嗽 如果出现隔肌的损伤 造成扳机点和触发点 一 会出现胸腔前外侧疼重 尤其是深呼吸的出现疼重 这是一侧 右侧 如果出现问题是右侧的疼 那左侧是左侧 那有时候放射会放射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肩胸上前 胸上部 也就是所顾下方这个地方的疼痛 其中一个原因和隔肌损伤以后 反射性 神经反射性造成热疼痛 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个 第二个 生物力学分析 生物力学分析 隔肌是一个穷龙状的形态 它封闭了这个胸腔 胸腔下口 将胸腔和腹腔风格开来 那么隔肌中间含有血管 神经和尸管 穿过的裂孔 隔肌收缩最重要的功能 我们刚才也看了 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吸气 吸气过程中 60%到80%的功是由隔肌来执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隔肌 它在往下进行 这个收缩运动的时候 它的分析 隔肌收缩 会变平 下移 胸腔的垂直径增加 因为它下移的时候 垂直径是增加的 我们来看 看一下这个视频 看一下这个视频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隔肌 这是这个形态 然后收缩以后变平 那所以 变平以后 胸腔的垂直径增加 垂直径增加 这是胸腔溶剂增加 早期隔肌收缩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隔肌收缩 进一步收缩的时候 腹压会增加 腹压增加 一方面原因是因为隔肌下移 另外一方面 腹横肌的被动张力 包括后方的多类肌 回旋肌等等这些肌肉 腹压增加会顶住 这个隔肌的中心间 刚开始隔肌收缩的时候 是肋骨折腹地 当隔肌下移到某一个程度 腹压增加到一定程度 隔肌的中心间不动了 稳定了 这时候隔肌收缩可以 使肋骨抬高 所以隔肌收缩 早期是隔肌下移 到后期的话 是隔肌收缩可以使胸阔 往左右前后打开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思路 因为后边我们讲隔肌的评估 就有这个原理 那么隔肌出现问题 一方面可能是隔肌自己不争气 自己出现了 脊脉性过渡的损伤 也有可能是支配隔肌的神经 隔神经出现了问题 隔神经从前膝脚肌 这是中膝脚肌 这是前膝脚肌 前膝脚肌和中膝脚肌之间 这是仅从的一个分支 当前膝脚肌和中膝脚肌出现问题以后 会积热的隔神经 也可以造成 隔肌的功能长 这是左右的隔神经 那么再有 隔肌出现问题 也有可能是筋膜链的问题 这个原理是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隔肌 隔肌上面做了心包 心包再往上是纵隔 纵隔 那所以 也有可能是纵隔这个地方的筋膜出现问题 造成隔肌的问题 那再看 隔肌后方到腰椎的前方 那腰椎 前方是前宗韧带 往上到追前筋膜 往下到恰腰肌 所以恰腰肌和前宗韧带 尤其是腰大肌和前宗韧带 这有问题 也会造成隔肌的问题 那再看 隔肌在建突的内层 那再往上是胸骨的后方 胸骨后方有什么 胸横肌 胸横肌有问题 也会造成隔肌的功能障碍 反过来 已是一样的 隔肌有问题 也会造成恰腰肌的问题 所以 呼吸模式出现问题 隔肌这出现障碍 造成恰腰肌紧张 这个人趋宽 功能会出现障碍 这是筋膜 链的思路 这块肌肉 隔肌位置比较深 它具体的检查和处诊是怎样 刚才我们讲了隔肌收缩 达到后期的时候 它可以使勒骨向外 向前来扩张 来扩大胸腔的溶剂 诸吸气 那所以 我可以做一个评估 换着仰望位 做瓶颈呼吸 我摸一下 两侧的勒空这 看它的活动度 扩张的度 是否一样 如果有一侧 扩张的幅度比较小 的话说明这次的 隔肌功能障碍 那么继续促成的方法 换着仰望位 首先定位在 胸前外侧臂这个位置 勒弓下方 手伸进去 现在在边上 刚开始伸不进去 先伸吸气 手臂顶出来了 接着呼气 慢慢呼气 手往里面伸入 可以触诊到胸腔内侧的 这个这个隔肌 那两侧进行 都进行触诊 有些是有明显的牙筒 或者说摸到 高张力点 那最后 隔肌的这个 呃 签章 隔肌 它最重要的功能 刚才说了 它收缩可以 使住吸气 隔肌下移 那么对它进行签章 那就是呼气 它收缩是吸气 那么呼气 可以签章到这块肌肉 怎么办呢 躯干微躯躯坐姿 就这个姿势 然后用力 呼气 用力呼气 可以牵张到 这个隔肌 最后总结一下 可以这样讲 这个隔肌 在全身600多块肌肉里面 隔肌站的 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做一个排序的话 它绝对能排到强五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肌肉 大家想一下 我们每分钟呼吸15到20次 无时无刻不再用隔肌 而且每次我们的吸气果种 60%到80%的功势 由隔肌来发挥的 所以隔肌的重要性不演员 所以首先我们得了解隔肌的起指点 以及它的简单的功能 那第二次临床分析里面 我们讲了出发点的思路 这个肌肉有问题 会造成这儿的疼痛 或者这儿的疼痛 那么再有 再有隔肌出现问题 它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筋膜链 或者是神经死路 筋膜链 后方可以前中阵带腰打击 前方胸横肌 神经的话是隔神经 隔神经和这个前血药肌 中血药肌的损伤 有很大的关系 那最后是隔肌的评估和检查 那以上是我们讲了隔肌的 基本的解剖 以及临床分析 希望我们的讲解 对大家有所帮助